耶 周末假日相信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到游乐园去玩对不对 没错 今天漫漫就要带大家玩透透 同时让你吸收丰富的科学心知哦 走吧 漫漫今天来到位于新竹县新丰乡 这个占地广达30公顷的科学游乐区 可别以为只是一般的游乐园哦 这里的每样游乐设施分别结合了不同的科学原理 让大朋友小朋友都能一起来动动脑 不但能玩得开心 更能从游戏中学到满满的知识 园区秉持着推广科学教育普及的责任感 为民众打造一个快乐学习的科学王国 那本园区的最主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说 我们将日常生活当中的风光生电水 这些元素把它制造成一个有趣又生动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设施 大家一娇一乐 让国人享受到玩的游戏除此之外 还可以知道说科学的基础是怎么样来一个构成的 让我们国人的对科学普及教育这一个区块比较有认知 耶 来到科学园区啊 当然要带大家进入科学馆来体验一下科学的奥秘 所以现在就跟着慢慢我进去理解一下科学 可以好玩又轻松有趣哦 第一站我们首先来到一所欲言的光学主题馆 利用光的效果和视觉特性形成了一个宇宙不同的神奇天地 在这里利用科学的作用原理彻底颠覆你对自然的理解 好 慢慢现在在的是倾斜物 刚刚在门口的时候就已经觉得有一点晕了 因为它就是室外的平衡呢 跟你室内的平衡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要挑战你的平衡感 然后挑战地心引力 啊 啊 啊 为什么 啊 啊 请柬屋里的地心引力跑去哪里了 在透视屋里的人怎么会一下变大一下缩小呢 而影子又为什么会留在墙上没有消失呢 透过体验就可以得到解答哦 而这样预照娱乐的功能也深受爸爸妈妈的喜爱 让小孩有不同的启发 所以我们让他在这方面呢 多多的接触 多多的学习 刚发现有一些白努力定律 然后发现就是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那个在里面有很多新的发现 接下来来到的就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水世界了 你可以在美丽的喷水广场上 感受从四面八方冒出来的水柱 还可以享受大水从天而降的快感 当然也有亲子细水区可以让爸爸妈妈陪着小朋友一起下水体验哦 真的是太好玩啦 所有设施都藏着一个关于水的知识 千万不要错过哦 哈喽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曹冲秤 曹冲就是曹操的儿子 那当年他利用阿基米德的福利原理来称出大象的重量 不过今天这个故事我就不在这里多做解释了 今天我要牺牲一下让观众朋友来看看 曼曼我到底有多重 走 去称称看 好紧张哦 我现在脚下占了这电子的称重的重量 诶 出来了 可以不要拍数字吗 才会看到水柱多高就好了 好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称一下自己到底有多重啦 下一关 如果这些还无法满足爱玩的你 那就赶紧跟着慢慢的脚步到山讯中心来挑战致力与体力的极限吧 好 来到山讯厂这里慢慢要带大家走钢锁了 虽然这个活动很安全 不过还是要更注重安全第一 所以现在先请教练呢 要来帮我带上一些安全的措施 好 现在要带钢盔 唉 够紧吗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啦 走 走走走 好 我现在要来体验的是 走钢锁 我完全不敢往下看 我觉得 好紧张哦 我想踏在陆地上的感觉一定是非常好的 好 观众朋友我终于完成了 走成功了 今天呢也算是我这个挑战自我成功 因为刚刚其实克服了蛮大的心理障碍的 好 希望大胆的你赶快来挑战哦 玩了这么多东西 可千万别忘了还有一个最特别的 那就是占地750坪 全东南亚最大的人工滑雪场 观众朋友这里竟然还有滑雪场 太神奇了 马上带你去体验一下 不管是滑雪橇还是打雪仗 通通都没有问题 全年维持在零下十度的低温 让你不用出国 也可以享受到雪白大地的北国风情 姐姐好不好玩 好玩 耶 不只是科学教育 还有黑森林花园带你一起认识自然 关心生态变化 还有得天独厚的天然美景 长阳在自然之中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利用周秋二日和家人朋友 一起来趟知性又不失欢乐的小旅行吧 你是不是这样子 看来可能时间 那次呢 люч高督 开始